伊拉克十二派民兵在星期一向伊拉克城市拉馬迪的周邊地區進發 在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在當地取得勝利後 伊拉克總理阿巴迪號召伊拉克各界攜手戰勝伊斯蘭國 這個名叫全民動員中隊的伊拉克民兵組織 有可能會在收復安巴爾省首府的反攻當中增強伊拉克安全部隊的力量 這個準軍事組織在上個月收復提克里特的行動當中 曾經與政府軍與布洛軍事力量並肩作戰 在星期日被迫逃來拉馬迪地區的伊拉克軍隊 與布洛武裝在該城市的東部邊緣地帶重新集結 多個消息來源對美國之音說 這是為了企圖阻止伊斯蘭國擊進組織向首都巴格達推進 火需 эконом和福尚 巴爾郊 巴爾 除了